远距恋爱怎么解决看得到感受不到的问题 大陆厂商发布了一款接吻神器 只要把手机插入了底座 对准感应区亲吻 另一端的人就能感受到亲吻者的动作力度 把各自手机插入接吻装置的底座 同时对准感应区亲吻 就能把感受到的嘴唇动作和力度转化为讯号 传到对方的嘴唇上 原来这款接吻神器 里头装有感测器 信号传输装置 和模拟器三个部分 因此能够传达镜头里的人的动作和力度 只是这款接吻神器的功能 备受道德质疑 假如你是单身 还能在APP中的接吻广场和陌生人连迈 聊的投机可以提出接吻请求 你也可以寻找他人先前留下的吻痕 不少大陆网友吐槽 此产品很低俗 认为这项发明是吃饱撑着 太无聊 一点意义都没有 甚至担心未成年人购买使用 因为厂商只有道德规券 建议成年人购买 但是并没有运行规定 TVBS新闻张志明 陈向如 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